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地区一直处于原始部落状态 刚故黄国 北宁黄国 虽都曾将影响力向其扩张 但葡萄牙来之时 上述两个地区文明体 都没能建立可行的稳定秩序 因此那时的嘉鹏地区 是位典型文明之外的无主之地 然而作为发现者的葡萄牙 并没能吃下这块嘴肿 16世纪末 葡萄牙国力因长时间跟西班牙武力对抗 而走下坡路 作为由教皇认证的东半球 扶宰者地位开始摇摇欲坠 荷兰 法国 英国等欧洲新兴海洋国家 进入殖民扩展期 一时间包含嘉鹏地区的中部 非洲上演了四强争伴的戏码 在四国对峙期间 为了将对方排挤出去 占据更多的地盘 四国决策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拉拢土著部落首领当枪使 让土著用他们提供的武器互相残杀 1839年法国海军军官L 布埃为约美根当地酋长 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 取得嘉鹏海湾南岸地区主权 至此法国获得了 争夺嘉鹏地区的主动权 因为有了这一支协议在手 法国不再是第三方 而是当事人的身份 让其跟其他国家争夺土地之时 更能放开手杆 更加的理直气壮 1843年前后 法国人在嘉鹏的永久性居民点 利伯维尔自由城拔地而起 正是拉开了法国人征服非洲西海岸的序幕 此后百年之间 法国人依靠利伯维尔为主要结底 相继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嘉鹏 甘果共和国 总非共和国和乍德地区纳入囊中 并于1910年1月给其取了一个大名号 法属赤道非洲 法国如此这样的统治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全球掀起殖民地独立浪潮 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 法国政府不得不在1957年1月海外领地根本法 给予嘉鹏办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已是安抚 但嘉鹏人民并不买账 各种反抗游行此起彼伏 为了控制局势 法国军费开始窜窜地往上涨 而这对于刚从二战走出来的法国人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那时法国连恢复本土生产的钱都捉襟见肘 诺曼底战役后的法国城市盛洛因 而法国政府在1960年7月5日断尾求存 同意移交政权给嘉鹏人民 按照我们部分人常识中的剧本 只要欧洲人放权政权 独立的非洲国家一定会一塌糊涂 而这一常识在嘉鹏完全没有用 因为在独立后政权相对稳定 配合上老天爷赐予的丰富自然资源 以及不大的人口基数 独立后的嘉鹏很快就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 嘉鹏2016年的人口只要198万人 但可开采的石油储量约4亿吨 铁矿储量8至10亿吨 黄金 镍 各 新等稀有金属的储量 也名列全球前列 同时根据中国驻嘉鹏经商参处的资料 2008年 嘉鹏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10940亿美元 而我们中国2016年 人均才5.4万人民币 可见这个非洲小国 在人均GDP这世上 一度远比我们中国富 配图来源往路 版权人若觉不妥 联系我们 立马删除参看资料 嘉鹏人均GDP 在非洲国家排名第三 驻嘉鹏经商参处 中国驻嘉鹏大使馆经济商物参赞处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嘉鹏商务部出版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